好 来 琪老师来 1 好 再2 3 很棒喔 来 4 好 5 平常都没有机会这样子拉 来 好 拨着毛巾伸展肢体 新一区登山践行活动一开场 就由松英文创园区的专业教练 带领大家做毛巾操热身 来 1 好 2 好 3 4 好 5 好 6 好 7 好 8 好 9 好 10 生了好 还有10下 11 好 12 那今天呢有特别揪了我们一个很重要的 我们的环保中队长来 蔡布拉丽章 来上台一下 为什么特别揪她来呢 她是有任务的 她要帮我们把环境打扫干净这样 因为其实要拜托大家 在社区里面任何一个地方都需要大家一起维护 那我们个里都有环保中队 那因为疫情的关系我就没有全揪 就拜托她来代表 平常大家来这里的时候 记得来看风景就好 记得不要把垃圾留在这边啊 记得带回去 那如果看到外面多的垃圾 我们也顺手把它剪一下 来里长帮我们呼吁一下好不好 来掌声鼓励一下 好 谢谢 刚好有这个机会 我们区长我们的黄俊龙大哥 这个都是相当优秀的 那也借这个机会 我要跟大家介绍 我们台湾真是非常美丽 那今天这个机会 因为今天是登山活动嘛 我今天有带登山帐来 那小弟我总共完成了91座百岳 今年预计今年会完成百岳 那当然是我们在疫情的防治之下 我们也是会谨守这个把口罩戴好 那刚好借这个机会 我教大家一个最简单的 我们爬山不要拿雨伞 各位 雨伞是为了防雨而用的 很多那个妈妈们 到爬山的时候都带一把雨伞 当成登山在使用 但是呢 当你下雨的时候 你伞已经会打开 所以说你手上只是拿着雨伞 但是你手上没有任何一个支柱的东西 所以为什么里长我也60几了 能够完成百岳 就是膝盖为什么不会痛 因为我们善用这个登山扶具 登山帐你一定要带 不管你拿雨伞也好 一定要一把雨伞 一支登山帐 热身完毕 参加民众就出发践行 一路上崇明鸟叫 保览湿地公园的风光 我们永春皮湿地生态公园呢 之前其实是废弃的营区 但是在很久很久以前 它其实这边是一个平堂 所以叫做永春皮 那市政府呢 特别把它整理起来 做了一个生态公园 希望呢 能够保留这个地方呢 让多元生物呢 在这边一起 这个跟我们的生活共存 那也希望它是一个很友善的 多元的一个环境 希望呢 让社区朋友们 都可以多多的来这边参访 来多多的来这边欣赏 我们漂亮的风景 我希望就是大家戴好防护措施 包括我讲的戴好口罩 然后保持安全距离 还是可以如常的生活 所以呢 有空的话 其实真的都可以来 我们的永春皮湿地公园 多多走走 讲起来 这个是应该有个历史典故啦 我们也根据历史典故 来争取这个市立公园 因为永春皮本来就是一个皮躺 那是永春人 在这边 来台湾的时候所开墾的 这个皮躺很大 这个水可以一直引到火车站 以前 这个是在 可能在清朝的时候 那我们那个台北文献里面 也稍微有点描述一下 我也是根据这个历史典故 然后来争取这个 做这个市立公园 那市立公园嘛 真的这个时候我们区长 他也太客气说我们不要提 其实他协助的太多了 如果没有我们这个区长 我也没有办法弄 因为这个弄了很多届 所以柯市长后来才送了一个匾给我 我争取这个过程 是送了一个匾 区长也送了一个 所以我们真的要感谢的是区长 不是我 我只不过有那个耐心 有那个耐心 因为每个市长 那个市长座谈 我都有提到这个批燃在线 民众来这边主要是 这边做那个动植物的呼吁 所谓的做环保 做教育等等 这个这么美的一个反应之下 这也就是很棒 信义区的一个地标 今天我们庆祝两周年 我们要感谢 所有在这个过程中 共同努力的人 包括我们的里长 我们七公主的同仁 当然市政府最后 听大家的民意 也是非常的值得肯定 那秦桧主任努力了一阵子 也可以跟大家说 我们有味民意 在努力争取 今天的活动很热闹丰富 刚刚区长带我逛了一圈 区长找了好多很有特色 很棒的摊位 大家走走逛逛 还可以吃吃东西买买东西 所以今天是一个很有意义的活动 感谢大家的参与 也谢谢所有志工 每天每天在这边维护 谢谢里长每天每天在这边服务 这个私地公园其实也是近几年才完成 在柯文哲任内的第一届里面完成的 它以前是一个废弃的冰工厂 那其实把它做成一个社区的一个私地公园 保持原来的私地的一个功用 其实平良心想这个公园非常的棒 那希望大家有空来走一走 它不像一般的爬山说需要爬得很高 那可能心脏负荷不了的也上不去 其实这公园蛮平坦的 大家可以来走一走非常的棒 那赏心悦目以外 其实还可以锻炼身体 那基于今天 今天我们信义区公所办这个健走活动 其实安排了很久 那大家都没想到四月份的疫情会提高 不过运动还是可以增强我们身体的免疫力 那区区长后来一然决然的决定说 防护措施做好 那我们就走出来 所以呼吁所有全国的民众 不要怕疫情 疫情现在大家要共存 我们小英总统也说 重症归零 中症管控 那不影响一般的生活 所以呼吁大家健康 还是要运动动起来 那来这边走一走 动一动 我相信疫情很快就过了 那还有一个最重要的问题 我们现在的第三剂的施打疫苗的 的趴数并没有成长很多 那当然以台北市来讲 超过65岁 我们呼吁第三剂有施打的话 现在可以奖励一千块 那当然这个奖励的部分 可能不是骗及所有 为打第三剂的人 只是希望鼓励老人家 有重症的机会 特别高的老人家 要去施打第三剂 所以我在这边还是呼吁 第三剂没打 尽数打 打针不是为了要做什么样的防范 打针主要是让自己 可以免于重症的一个风险 所以呼吁 不管年轻人或是年长的 只要身体健康上可以允许 第三剂不要忽略它 真的要打 甚至于第四剂开始打的时候 希望大家尽数的 打完第四剂 让我们的施打率提高 我们的疫情就过得更快 参加民众除了运动健身 也被现场设置的文创摊位吸引 看到许多具有创意 与设计感的文创品 我们是 Doki Doki 然后我们是永平高中的学生 然后就是这是我们 自己自创的品牌 Doki Doki 然后它就是以一个 高中生的角度去看爱情 然后还有喜欢跟爱这些事 然后就是 是好日式集 邀请我们来这次的摆摊 对 然后这些东西 都是我们手工做的 然后这些就是 都是我们自己用板画印的 然后贴纸和明信片 也是我们自己画的 然后我们的成品有 像有手链跟戒指 然后有贴纸跟明信片 还有帆布袋跟T恤 T恤 希望就是大家都对我们有兴趣的话 都可以关注我们 然后看我们的安居 对 我们信义社区大学 因为在行诉整个 信义区的绿森火学区圈 然后特别在永春匹这个地方 它因为有自然生态 保育这样的一个概念 然后我们希望 透过我们的终森学习 然后把这个带到这个 永春匹来这边来做推广 那我们今天特别邀请我们的 姚翠华老师班级的 所成立的一个社团 就是乱针刺绣 创意拼布的这样一个社团 他们的学生都是已经学艺有十几年 这样的一个学历 然后已经都出师 然后他们今天带着他们 独一无二的创作的作品来到现场 分享给现场的民众 他们这些都是快失传的一个工艺 然后把它透过创意做出来 很多生活中使用的一些物品 小件 那真的是非常的美观 而且非常的琳琅满目 有特别邀请了许多市集 一起来参与 包括我们新一社大 大安社大 然后还有好日市集等等 一些文创的一个市集 那希望呢 大家都能够在这边 一起这个DIY啦 或者是一些参与 那希望在这个 永春匹市地公园的部分 可以一起来推动我们的绿生活 疫情期间 民众外出健走运动 都配合防疫规定 做好了个人防护 希望借由规律的运动习惯 保持身心健康 平安度过这波疫情 记者陈淑萍台北报道